179 澳門日報 三十萬公下開派對空間 2015年7月27日經濟A 十中小企特區朋友無事常相見 朋友間經常相約聚頭友助聯繫感情 鞏固友誼 近年香港興起在公下開設各式各樣的派對場地 工人數較多的年輕人聚會 開派對 本澳80後青年漢渡商機 投資約三十萬元 在公下創立本澳首個派對空間PARTY FACTORS派對元素 開業近三個月 受到年輕人追捧 到訪人數2月1,500人 現每月收支平衡 希望今年能回本 負責人王振明大學時期增 參與學校的創業項目 吸取了營商經驗 他指 不禁一輩子打工 喜歡接受挑戰 嘗試新事物 希望趁年興廠出名堂 見到香港公下派對空間如雨後春筍 市場反應良好 本地缺乏私物度高 價格相宜 可容納多人的聚會場地 一般聚會場所提供的玩樂設施較單一 且每個人玩樂喜好不一樣 由於資金不多 且未知市場反應 因而未敢作用較大單位 打算憑借積速小市牛都 嘗試開托派對空間市場 400呎灑落禁煙酒該點圍處新橋區附近的公下 交通方便 面積約400呎 設計具英倫風格 客人進門要先在圓關脫鞋 仿如到房朋友家 一進門即感受到溫馨和放鬆 房內配備時下年輕人喜歡的正態遊戲 如打麻將 卡拉國 大富翁 Xbox PS4 卓相遊戲等 是舉辦生日派對 同學聚會的好地點 場地特點是私密度高 年輕人可以無拘無束 盡興狂歡 營業時間是中午12時至凌晨3時 比較彈性 玩樂設施集中 幾十人可在一個空間玩不同遊戲 雖為處公下 但所在樓層有密碼鎖 室內亦有閉路電視 確保客人安全 由於營造健康 嚴感煙酒 客人可自帶食物 同時提供到會服務 該點建議客人帶什麼來就帶什麼走 培養青年人自己收拾的習慣 六人喜愛人頭收費他坦然 創業項目不被身邊親友看好 認為與類型的競爭對手 如青年中心、酒店、卡拉奧基場等太多 難以存活 他指派對元素的優勢在於沒有太多限制 消費大肉A 玩樂設施多元 加上現時中 大學生較具消費能力 市場上有不少人需要租借場地舉辦活動 預計有較大發展空間 房間需提前預訂 由於只有一個、不能同時接多單生意 消費群體主要是中、大學生及開派對人士 收費看人頭計算 最低消費是6個人3小時 建議入場人數在30人以下 人均消費約78元 該電拼有三名兼職、簡單工作流程吸引學生影片 主要通過臉書和Instagram做宣傳 也曾接受電視台和蒲文報紙訪問 他指,當業務上了軌道會考慮擴充場地 添加更多遊樂項目,並優化設施 現正與數間大專院校合作推出學生、教師優惠 吸引更多客源 本部記者何秀恩 復古蓮 不相和 是